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配合亚太裔传统约特别报道 亚裔是美国人口成长最迅速的族群 经常被归类在笼统的单一标签底下 其实亚裔社群的历史文化背景非常多元 家族根源可追溯到数十个国家 大多数亚裔民众住在东西两岸 高达三分之一亚裔住在加州 亚裔更是所有族裔当中收入差异最大的 印度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12万7千元位居榜首 缅甸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4万6千元店后 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约有2200万亚裔美国人 约占总人口7% 过去数十年来 在联邦政府及社运团体的分类里 亚裔通常与太平洋岛国族裔合并考虑 太平洋岛国族裔包括夏威夷原住民 萨摩亚人 关岛原住民或查摩洛人 全美约有150万太平洋岛国族裔 华裔、印度裔及菲律宾裔 是亚裔人口当中的三大社群 但没有单一社区在亚裔人口当中拘绝大多数 统计显示 目前美国华裔约有490万人 印度裔约有430万人 菲律宾裔则约400万人 太平洋岛国族裔则以全美约有89万2000人的 菲律宾亚人居多数 绝大多数亚裔人口住在加州、纽约州、德州及夏威夷州四州 全美三分之一亚裔则以加州为家 其中加州洛杉矶郡有着高比例的亚裔居民 非裔、韩裔、日裔及印度裔社区规模也不为可观 西府消息 乌克兰军方今天表示 他们使用的土耳其制造的军用无人机 在黑海的蛇岛附近 击沉两艘俄罗斯巡逻艇 俄军今天则宣称 在乌克兰东部击落一架乌军战斗机 据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在社群媒体发布声明表示 两艘俄罗斯猛情级巡逻艇今天清晨在蛇岛附近被摧毁 乌克兰国防部还释出的空拍影片显示 一艘巡逻艇发生爆炸 俄军猛情级巡逻艇最多能搭载三名驾驶和操作员及20名官兵 它通常配备机关枪 多用于侦查或登陆任务 另据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表示 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斯拉夫杨斯附近 击落乌军一架米格29战斗机 俄军还击中了38个乌克兰军事目标 包括弹药库和指挥中心 上海消息 上海市普陀区新长征福利院 把人有呼吸的老人装进尸袋 差点将老人活化的事件引起名分 官方调查后对区民证局长等5人问责 并吊销涉事医生职业证 由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上海市普陀区的新长征福利院 把还有呼吸的老人装进尸袋 要送往殡仪馆火化 直到殡仪馆人员发现尸体竟然在动 从车里拖出来 才把长者送回 据央视新闻报道 昨天下午 网传上海新长征福利院 在转运死亡老人时 发现老人仍有生命体征 普陀区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开展调查 并将老人转运至医院救治 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 当局根据调查结果对5人问责 包括普陀区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建东党继立案 接受进一步调查 台北消息 台湾地区连续5天本土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逾万例 确诊数快速且持续增加 民众恐慌加剧 基层一线防疫压力报表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 新增17858例新冠确诊病例 包括17801例本土病例 和57例境外输入病例 新增3例死亡病例 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没有考虑禁止室内餐饮 线上教学等管制措施 据报道 面对每日确诊病例居高不下 一线防疫压力报表 有基层卫生所人员表示 过去两周隔离通知书暴增 10天没有收到通知书就算正常 由于行政速度跟不上政策变化 民众意识不知所措 造成基层困扰 快筛事迹是民众自主应变的武器 然而快筛事迹启动5天以来 依然有很多民众买不到快筛事迹 纷纷前往医院急诊中心挂号座 PCR筛检 导致急诊中心人手吃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